我現在要跟金曲獎的英雄說 你沒有眼光 耶 我等著講了 那我還有情團嗎 畢竟我是 金曲獎 最佳女演唱人 第34屆 是的 阿琳奪得第34屆金曲獎歌後 還拿下最大客語歌手的彭佳慧 最大話語專輯的熊仔 與你典禮主持人為黎安等 一塊慶功 天對大家有多開心 看慶功宴就知道 那先拍照 好 來 8月份就要前進招重聚在開場囉 我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幾公分啊 我168 但加上了高跟鞋之後有178 嗨 穿高跟鞋還是輸了 繼續努力 向前輩看齊就是 覺得 前輩 你是比我們拿獎要快的前輩吧 沒有啦 就是沒有拿過歌王 華語專輯是大家一起的貢獻啊 但是歌王是我自己的榮耀 但我沒拿到 如果大家看到我得獎 想要找我的話 歡迎大家找我工作 好 接下來還會去那個錄那個 乘風2023 我今天已經想到 啊 我得獎了 那我還要成團嗎 畢竟我是 金曲獎 最佳女演唱人 第34屆 得獎的是 阿琳 要不要成團 要喔 對 你們就播放了 好啦 其實我爸媽給他們一些土地吧 嗨 不可能 要真的寫 有啦 真的寫 你講這樣咳咳咳咳 有啦 家人包括了 愛你再辛苦難開 好 好 我愛你 我愛你 有比我能力 這是泡泡 是泡泡 我喜歡 想想回去不思試 然後結婚啊 你瘋了嗎 我不是結過了嗎 我好不容易跳出來 有啦 有啦 啊好直接哦 你要不要幹一下啊 好 慶祝的事情 留到演唱會唱完 我會帶孩子到日本玩幾天 我TPS想問那個啦 你男朋友會不會一起去玩 你瘋了嗎 你瘋了嗎 不是一題啦 你都會逼我問這一題 是我 嗨 你今天是八九了耶 因為他頒獎給我 啊 熊仔今天好帥喔 他在走紅糖的時候 我在那個音響裡面 謝謝 因為在講學之前 你會覺得 都沒有 Yeah 已經覺得GG了啦 就是 想要趕快來慶紅宴 白癡白喝 聽到以後吃的比較踏實一點 沒有 那個白癡白喝 就要有貢獻這樣